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又是向左望的节目时间 今天的节目和平时多了一件事 可能大家都会留意到 留意到我们在萤幕上 应该是右下角 希望帮到一些听障人士 能够欣赏到我们的节目 于是由今集开始 我们也提供了手语服务 希望即使听障的朋友 都能够有机会欣赏到我们的节目 或分享到我们对一些时事的看法 也其实希望很大程度上 即使身体上可能有一些 可能是一些障碍的地方 可能是伤残 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透过这些节目 关心自己 关心社会 甚至关心我们国家 所以你会见到就是 今天我们的节目里面 其实我们很感谢两位帮忙 就是做这个节目 因为其实要他们即场做这个 首语翻译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如果看首语的朋友 如果做得不可话 就请见谅 也希望给一些时间 给我们主持人和我们的一些 一些负责首语的朋友 做一些磨合的工作 好的 教别长毛 说今天我们想说什么 当然我们节目就一如极 以往就会谈到一些社会问题 刚刚想起就是说 刚刚这个星期 我自己看Facebook的时候 都会发现到就是说 就是大家都知道 其实最近 无论是刘晓波事件 又或者是十一国庆 现在的示威人士 都经常去中联办示威 中联办已经是 继续这个政府总部之后 来一个日行集会的 一个胜地 但是你会见到就是说 当地的一些执法人员 去处理一些示威场面 又或者去处理一些示威人士的时候 他们的做法 你都受到一个很大的非议 譬如说大家都知道 当然如果你看到主流媒体 当然很强调那种肢体暴力的部分 但是实际上 那个肢体暴力 是不是导致警方 要用这么大的警力 去到差不多用一个镇压手段 去结束这些示威 还是实际上就是说 就是警方过满行动 某程度上 背后有一些政治动机 甚至我们会说 无论是祝贺刘晓波 拿到这个诺布尔和平奖 只不过是开一项香薰 而被人竟然去告这个商人 或者可能是扔豆腐都说商人 究竟现在 警方对于社会人士那种 越来越严苛的检控 甚至我知道 刚刚之前我看Facebook 也都见到有一些检控官 即有一些可能法官 甚至在庭上 对一些社会人士的行为 作出一些批评 以这种批评 甚至很大程度上 是反映到这个法官 是仇视这一个社会人士的 那其实陈茂你会 怎样看这些现象呢 首先法官也是人来的 法官是有他的政治的见解 或者他对某些事物的看法 但是这个流露出来 其实不是一件很不常见的事 否则那些法官判事 就不会谴责被告的行为 喪尽天良等等 所以法官是人 他对某一样东西 是有看法 是 我觉得是无后非的 但问题就是第一 他一定要根据证据 和法例去判案 意思就是不能够你 因为喜欢某一类的人 或者不需要某一类的人 就将证据随意剪裁 将证据根据自己整个想像 或者议员重组 或者忽略某一些 或者着重某一些 这当然是法官份内事 第二就是 亦都不能够因为你对那人的政见 而令判决不公正 或者判刑重 这都是卦虽如此 但是人也是人 所以其实 当然在一个社会里面 社会规范是法庭的一部分 社会规范 某个程度来说 社会规范 如果它已经转了 而法例没有改 就会出现到 法不责重的情况 就给个例子 现在食烟是 即在公众场合 食烟是不行的 但大陆知道 一到晚些 大家都在那些食肆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检控那方面 亦都不会检控 没有人力 他亦都没有想着要做 所以大家都可以逍遥法案 回来说 在一些社运的 涉合到社会运动的案件 其实最主要就是 由于参与社会运动 以示威、游行、集会的形式 是表达的时候 与警权的冲突 而引发到与警察的对抗 现在最主要 我要指出的第一件事就是 警方似乎找到一条门路 是否都要告习警 或者是单独告习警 或者是在更多的控罪里 加一条习警 当时告习警 当然有几样的好处 第一个就是 我想现在社会规范 不是很主张暴力 我想比较少的社会规范 是说赞成暴力 所以如果他告你 襲击警察的时候 其实在很多市民来说 已经对你的印象非常差 如果他告你 在非法集会罪 有很多市民来说是 逮捕他们 当然逮捕了 因为香港没有集会自由 如果他告我们非法集会 即是一个未经警务署上批准的集揭 其实判得我们入罪 对政府来说是比较伤的 你又用一条康例 或者是在集会里面 由于 示威者 所谓干犯了一些罪行 或人民财产受到损伤 或者暴乱 而告非法集会罪 一般香港人都觉得 当然是这样 对抗 非法 但如果你说打他 人们就想不明白 为什么要打他 你要示威 所以在政治上 将集警罪随随便便 加到示威者身上 其实是一个政治抹黑 有机会是 有机会是 如果 不要说 你硬做一件事 令他人恐惧 他的身体 或者钱财受损害 其实是集警的 即是这样也算是集警的 看回证据 例如当时和那个人在吵架 吵得很厉害 你用初来骂他 用手指指着他的鼻 骂了很久 试图令到他惊恐 即是这样也是死眼的 如果你不停地做 即是不停地做 即是他会打架子 那个 凶罪临不扭承受 看证据 证不明显到你 是有机会令到他恐惧 恐惧他个人的安全 和财产的安全 即是很主观 譬如说我是示威人士 你是警察 然后我做一些事 你觉得很害怕 你觉得我受到威胁 警察就不可以用害怕 因为警察是执法的 所以警察大部分来说 都是碰到或者是 即是要这样 要碰到 即是等于 譬如现在我们在这个 议会扔曾蔭权 曾蔭权不可以去报警 或是很害怕 所以很难控告我们普通襲击罪 除非扔中他 即是你刚才说的案情 就是怕也会有罪 如果在曾蔭权身上 或者在警察身上 比较难 因为第一个 特殊和公众的政治人物 他没有理由害怕 第二 如果执法人员 本身他已经受过训练 他也没有理由 因为一个人的态度很差 便会害怕 所以其实用习警罪来说 在政治上就是先将示威者抹黑 第二 习警罪当然有两种 一种比较重 一种轻 现在大家都在说要合并 将来有罪 我不知道它是合并的趋向 更加刑罚轻一点 或更加刑罚重一点 如果习警罪又可以判得重一点 一般来说 你打人的时候 没什么人同情你 可以判得重一点 你刚刚说过 习警罪可以分轻重 会否是跟伤害程度有关 譬如说 我可能只要骂你 或者指着他被骂你 就是轻一点 然后我可能在肢体上碰到你 或者甚至可能真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伤到你 就是重一点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的 当然所有的案情都是很重要 譬如当时发生的情况是非常重的 但是如果用习警罪告示威者 就是比较容易入 因为其他罪是比较容易打的 因为刚刚你说的习警罪 我认为除了社运人士之外 其实可能有些情况 譬如有司机喝醉 这些在其他情况很容易告习警罪 只不过他以前对于社运的人 参加社运的人 参加群众集会的人 比较克制一点 容忍一点 现在就不是 第二就是说 其实他的习警罪 他当场捉了你 如果捉不到他 他就告到很难 如果他是不懂你的话 刚刚你说到关于习警罪 其实作为社运人士来说 都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威胁 因为其实刚刚听到 刚才长谷的分析 就会说 其实如果你说 无论是有肢体的碰撞 或者甚至只是 只是语言上面的一些冲突 还有大家都知道 在示威期间 就是情况都比较混乱 或者人比较多 你究竟说到这些什么 或者甚至当时作为警务人员 他有什么反应 会不会只不过 你是说一句很普通的话 但可能在执法人员眼中 你好像在那里 这是一个转变的 我觉得 警方自从邓警成 做了警务处长之后 比较 凶狠和狡猾一点 就是对付社运人士 他对示威游行的干预 都是大了 对付社运人士 也会更加倾向 利用拘捕和检控 压制他们 我相信是邓警成本身要 要侍奉权贵 示威恨恨 他就阻止了 例如中联办 根本现在 不是不让你去示威 但很难卖到示威 第一 第二 你卖到去又要经过枯权 又有机会襲警 你卖到去他赶你走 或者阻挠你的时候又用襲警 很简单 开香槟和扔豆腐两件事都是这样 我相信在政府合处开香槟 就不应该有什么大事 中联办现在变成一个禁区 除了中联办喜欢的示威之外 其实很难正应荡荡在他门口的示威 中联办到今时今日可以变成一个禁地 甚至一些较有规模的示威行动 基本上警方都用很多方法去局限 无论是把铁物在中联办 举个例子 去年的10月1日 社会民主园线和市民行动 在台邮库棺材经过联办 当日就是中共建国 即是中华民国成立六十周年 所以他绝对不想有这些场面出现 就难我们这样就产生了冲突 当日有四个人被捕 途家人被控襲警 其实在2009年元旦有行动 但他就比较 反而是有习警 所以现在执来执去都是有习警 其实大多数都可以告 刚刚你也提过 就是说其实习警算是一条 比较容易入罪的一个罪名 对于社运人士来说 会否很大程度上 作为参与社运的人士 当然一方面我们都明白到 就是说社运人士本身 既然都参与得社运 其实某程度上都遇到可能 警方的检控 但也不是说颜色 你站在这儿等執犯人员去 其实这个当然是 社运人士的策略上的 其实警方用暴力去黑我们的时候 我们如果是没有组织 没有策略去冲击警方的时候 很容易会中 我觉得和平示威 未必是要用拳头向着警察 或者推他或者踢他 其实大部分都是用身体 挤牙向前走 这儿我突然想到一个阴谋论 当然我们知道 其实站在执法人员立场 可能他很简单就是 要维持那个地方的秩序 但是作为那个区的一些 控制或者指挥这个场面的人 他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能够用一些方法 令到示威人士觉得 在这里示威的成本高了 成本高了的意思就是 比如说可能特别容易入水 又或者甚至某程度上 可能暗示或者提示一些警务人员 就是说总之你觉得 社运人士对你有一些 不客气的地方 你其实可以之后再叉后算账 又或者甚至我们会说 可能会否警务人员 特别有一些可能很有经验 甚至会执一些局来 很简单 其实自从邓景成上了一场之后 当然要有黄仁和他配合 一个怨打一个怨崖串谋 警方对付大人的示威活动 现在就会拍很多影片 或者去传媒拿影片 通常做法就是 如果他拘捕人的时候 他们会找所有当日有份涉及 涉及拘捕行动的人 一起去看带 看了之后 为什么要看带呢 其实法官跟我们谈过 看带没有问题 因为帮助他记忆 因为那本带不会说谎 当然是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如果看了带 看到看不到的东西 他知道特别的带 有些是没有拍到的 拍不到的 拍不到的就可以乱说 就可以够口弓 所以其实那个法官是太过蠢 不知道是不是假扮蠢 就是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是不是 我这个不是胡说 因为马仔 大家可能有些人认识 就是曾经在皇后像 幕后码头的案件被判坐牢 在我被判有罪的孙公 在虚孙公的家庭 停车场示威的时候 他也是看了带 可能看得不清楚 就是乱作 作到马仔无处不在 又有份摁 又在墙头拍照 后来那里是没有了的 另外一个就是没有看到带 那一位警务人员 就是那些属于鸡仔病 就乱说 后来我们再看那批CCTV 即不是警方的带 是非路电视的带 看到那位警署警长 其实没有走过去 他称称说 当日早上他见过孙明洋 孙明洋跟我谈过 他后来看CCTV看不到 他在未看之前很容易穿崩 说回来就是 既然邓景成 会采用习警罪 这些阻障罪 来检控示威者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个怨打一个怨崖 亦都要王银龙支持他 所以其实他两个是孖宝 是王银龙 对警方的支持非常大 亦都重大警方的怨打 因为拿身上去都可能告到 有得告 刚刚你说到警方在即场拍 录影带作为一个证据 或者重组案情也好 或者令到审判过程中 令到法官知道整个故事 但有没有可能在这些情况 就是警方将某一些录影片段 可能对他不理的刻意收起 或者是没有把上去 这个就不知道 但是一起看戴戴的时候 我想到他看不到的事情可以乱作 至少村宾的机会少了 而且他们亦都有谈论案情 其实我们说 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就是 邓景成是很强硬对付示威者 王银龙有些配合 就拿上来之后 王银龙挑选一些比较 对示威者的声誉 没有那么好的罪名 比较重的罪名是高的 希望吓散示威者 面对这些情况 其实社会运人士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能检控这件事 究竟能否得上很多因素 我觉得其实是 如果社会运动要走上更加有组织的道路 因为现在很多人捉拘捕 其实是个别的行动 或者转一点下单 即是说当抗争以集体的形式举行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结束之后自己再做些事 变成他们比较洗股凌药 第二个就是 有一部分的人都不太重视纪律 有很多我们香港来说 是臨时参加 很难跟他讲纪律 但是他不明白 如果你公民抗命的话 你冲破的封锁固然都是一个胜利 你冲不破未必不是胜利 而且你未必一定要用力量去逼他 如果有力量都不可以用手用脚去动他 可以肢体接触 肢体接触 我们用空口向前走 如果执行到纪律的时候 警方当然是比较难做 其实这里也达出了很重要信息 就是作为一个抗争行动 究竟是否一定要肢体暴力 才叫做抗争行动 肢体暴力是没意思的 如果你真的要襲击警方 就要带工具去 我经常跟他说 我跟八十六说 我要冲击警方 你有没有带武器 你会说什么 其实他们哪有心伤害警方 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对抗对峙里 大家都觉得很紧张 那些警方做得无理 有时可能会推开警察 就有机会构成所谓的习警 而警方也都对于这样的行为 一律都是以习警 就是以习警来对付 其实很多事情 阻态办公 行为不见都可以 他不用 现在全部用习警 作为一个主要的控罪 而黄寒网也都很积极地配合 刚才你都说过 可能执法和司法机关的配合 导致有部分社运人士 可能他们自己本身单独参与 或者他们自己本身 其实没有一种自我基本保护意识 令他们较为 第一个就是 因为最新的转变都是最明显的 就是由黄寒网头开始 有两位示威者 朱连峰一位马仔 就是在黄寒网头正式清场那一天 是跟警察有糾纏 被控习警罪成立 朱连峰曾经有另一件事 亦都是因为游行的时候 警察收紧行车线 朱连峰和理论 他们不过意 就立即跳到地上 就说自己伤了 你可以看到 警察里面 好一部分的警察 觉得他们的权威 受到这个挑战的时候 他们会用不同的方法 打击示威者 包括说 你如何立即暈倒 然后很伤 是 是 因为其实 说到这一部分 可能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 就是 作为社会运动 又或者 其实中间有一些 就是示威行动 这个可能都是理想 就是理想当然 而且都会预期到 就是说 比如说 一些政府推出的政策 或者迟些 就是 有一些 相关的一些 就是可能 政府推出的政策 可能很大争议 也都可能有一些 相关的示威行动 也都有一些 示威行动过程里面 都可能有示威者 和警方之间的一些 可能是 互动 甚至一些冲突 所以我想作为这个部分 就是结束的时候 就是 大家去看社会 或者甚至去看 这个示威行动的时候 就是不要再留于一种 就是 就是肢体通突背后 那么简单 而当中也都涉及到就是 就是说 如果这些检控事件 越来越多 又或者主流媒体 是很刻意去报导 这些示威人士 就是那种 就是 被标签为 卑劣行为的话 也都很多 很可能令到 就是社会人士 对社运分子不同情 亦都间接影响到 社会运动 在很多 香港人心目中的一个影响上 所以其实它是一波波的 如果回归以来 第一波 我依稀记得就是 大约是2000年至2002年 那时候董建华 争取连任 也都社会非常之 那些颓专 那些示威又越来越多 那我记得我就是出了监之后 两日他就拍门来抓我 就抓我飞入集会罪 那就是 那个未经批准 举行集会罪 未经批准 集会罪 你看到他很紧 他刚刚坐完监 他就立刻来抓你 他那时候是希望这样押押 押着示威的浪潮 所以其实我们不可以 有足够的证据就是说 他一直持续地不停地做 他有时会设定一会儿 但总体来说就是说 他不停地追寻机会 现在就是一个新的机会 譬如利用中联办的权威 即所谓权威 要求警方绝对禁止 他看不到的 即中联办不想见的示威 示威有可能在他发生 警方就是一个龙拳 因为他得到中联办 百分之二千的支持 即是说特首都要支持 当他去阻止我们的时候 要告的时候 当然是整个政府合作 会从严处理 即是用习境罪 想打疾整个运动 其实事实上 现在中联办门外被人拘捕 都差不多十多二十个人 很多亦都是 只不过是用他认为 最合适的方法表达他的意见 例如在豆腐餐厅扔豆腐 刘腰波、香檳 这些东西 都有机会涉嫌习境 其实是匪夷所思 也是叫汪郭靖 好了 因为我现在有些事 要离开一阵 我这个部份暂时结束 但其实有长毛信箱 留给长毛 去将读者内涵读出来 然后解答 将诚交给你 好不要紧 我们继续 就是吴先生 我相信看过这个节目 比较长时间 会认识这位吴先生 我曾经弃然说她是我们的妹 其实当然不是 所以她寄了封信来 再讲一些新的问题跟我讨论 我首先读出她的封信 就是 长毛先生 王博士 两位好 首先 小弟要澄清 本人并非如长毛先生 所说的妹 这个很清楚了 我也收回一个说话 其实我只是和她说笑 然后她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或者表达了一些意见 这个意见大家都很关心 随着政府有没有权 在郊野公园再拿多五公顶土地 来造垃圾堆填区 那个所谓立法会 废政府法令的风波 是让大家更加关心香港污染的问题 她问什么呢 她就说不知两位有否留意施政报告表之前 将军澳居民抗议在该区 抗建对填区 然后传媒访问刘秀成 她就建议兴建焚化炉解决垃圾问题 然后曾蔭权便将她的建议 纳入施政报告里 小弟觉得很无稽 因为香港之前已经试过用焚化炉解决垃圾问题 后来因为空气污染而拆射了 现在又兴建岂不是重复犯错 第一 焚烧垃圾会产生恶臭及二恶英等有毒化学品 尤其是烧胶 这只是将垃圾污染转为空气污染 根本算不得解决问题 第二 焚烧垃圾的过程会令全球暖化加剧 第三 一方面 曾蔭权向广东省要求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 于是广东省的工厂向其他省份迁移 另一方面 又竟然自制这些空气污染 一方面 政府致力推动巴士及其他重型车辆使用欧盟环保汽车 另一方面打算兴建焚化炉 抵消了努力得来的结果 小帝觉得长远而言 香港应向大陆中西部买一块远离人烟的之地 例如沙漠或抗野 然后将垃圾运去哪里 然后长远地底 所有费用由香港承担 不知两位觉得这方法是否可行 话说将军澳是一个垃圾堆填区 大家都知道将军澳的英文是什么呢 就是Junk Bay Junk 如果翻译中文就是垃圾 垃圾湾 以前的的确确在那里堆填了很多地方出来 其实将军澳的矿泉和垃圾堆填都有关系 不只是日出康城的屋苑才是这样的 焚化垃圾是一个污染 大家都知道 现在讲的焚化垃圾 当然是不会无天下之大不愧 就说我以前这样烧垃圾 现在香港为什么这么多议员 反对政府的收回五公顷土地去确建垃圾堆填区呢 一来是有居民的压力 事实上是太过离谱的 第二也是有财团发工的 因为这个李嘉诚 在早前已经申请了 在屯門的中电发电厂是用烧垃圾的方法去解决污染问题之外 是转变成为能量或者电力 一方面是否不行 我没有什么研究 但的确确堆填都会有堆填的问题 因为堆得太多 那些地方其实都是污染的 地底都是污染的 大家要明白 你不要说地面污染 因为地底太多垃圾的时候 那些土地都会受污染 而土地亦都会 在垃圾污染之后 亦都会釋出 所以其实堆填区未必解决垃圾的问题 汾化路亦都未必解决 但现在的趋势就是 现在德国的城市 就是大规模地投资去解决汾化污染的问题 比如说将消垃圾的东西转变成为能源发电 能源重新发掘 这个在德国是做得挺成功的 当然成本相贵 因为我们现在处理垃圾在源头上 香港已经非常失败 我们知道 举个例子是厨余 即是大家吃完吃剩的东西 其实占这个垃圾 全港的总垃圾量都很多 差不多接近三成 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如何去处理厨余 第二就是垃圾分类的问题 因为哪样东西可以烧 哪样东西不可以烧 哪样东西是要怎样烧 其实是要做分类才可以的 如果继续烧的话 你不做分类 那当然是说得对 就是乱烧的时候 所有燃烧这些有毒垃圾 而产生的气体都是污染的源头 所以这个李嘉诚 因为他发工一位神功二位 第二只因为康城日出是一个楼盘 他出来也可能还有楼盘 是李嘉诚的 如果那裡因为要确建堆填区 而令到这些麵粉和麵包都不值钱的话 李嘉诚当然是很大的打击 所以他不是很想空气污染太差 第二如果你不用堆填一定是用焚化 他已经申请做这些生意 所以他当然是会反对政府的事情 这也是很多传媒说 或者是我们的同事 謝偉俊 你不要说这些功能团体差 这次他就投票反对政府 他有所不知 这些功能团体是看着李嘉诚 不是王爷政府 如果由将军澳确建垃圾堆填区引发的风波 可以转化成为一个争取重新焚化垃圾的运动的话 我相信有钱人是会赞成的 大家要记住 有钱人不是特意喜欢污染 不是特意喜欢污染 有钱人是特意喜欢钱 就是说当他在减轻他们的生产成本 或者处理有害的废物 或者是无害的废物的成本过高的时候 他是不行的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他们都会做些事情 你问过问题就是 焚烧垃圾会产生 恶臭及义恶英等有毒化学物 尤其是消购者支持 将垃圾污染转为空气污染 根本算给大家问 是对的 但如果你要做这个焚化的技术的话 其实就是要大量投资 即是说将垃圾分类 将我们现在处理不到的垃圾 都归在一类系统 全面处理的时候 我相信不是一件太华的事 但问题就是 如果益了李嘉诚 李嘉诚会不会回贵给社会 我就看不到 即是他自己做多些生意 所以我的看法 大致上都是 垃圾路焚烧而改变整个问题 我觉得不是很合适的 即是不一定是 烧垃圾就会有问题 其实在香港烧垃圾的问题 我已经指出过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现在维多利亚港的海藏 越来越浅 为何要这样呢 这个海洋浅浅 就是说我们在过去做这个策略 在港英彭定康搞的策略排污的时候 做得不好 其实我们的污水是要 打一条很长的管道 一出到去港海以外 但我们没有做到 因为不够钱 做了在港海以内 那我们用什麽来沉淀污水 就是那些糕糕料料 就是用这个绿化铁 绿化铁一沉淀了之后 它有特性 就是会黏住在海藏 越积越多 那你又不是容易清理的 那换言之 就是我们过去处理的方法 处理污水的方法 亦都处理了大量的沉淀在海藏 不止是在土地的深层 那我都讲过 如果你是这样的时候 如果你又说要烧垃圾 那你又说要做这样做那样 那会不会你拿了那些绿化铁 沉淀了的铁 那些糕出来烧 那便没有回答到 是吧 如果烧这些糕当然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这个糕本身是很多病菌 如果加了热 不知道会发生什麽 后果有没有再毒的气体 所以我不是绝对反对用焚化楼 但是如果不是投大量的资源去解决这个焚化的问题 比如这样讲就是 垃圾分类 可不可以变成再生能源 这些各样的其实是可以搞的 但问题就是 李嘉诚已经搞了那间用充电公司来搞了这件事 这样也窒息了不同的技术和民间的意见 那焚烧垃圾的过程会令全球暖化加剧 当然是有可能 但问题是怎样减低它 第三就是一方面商务权就向广东省要求解决污染的问题 叫他们要搞定这个问题 很简单 这个曾蔭权去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 就是要补贴大陆的企业 不要产生那么多工业的废气出来香港 所以就向北那边搬 那为何它现在又会产生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觉得是浅作怪 而且实际上是解决不了整个问题 因为你运得远的时候 第一就是价值很高 因为你运得远 而且运得远的时候 不单止浪费时间和要车费 第二就是包装都要比较严格 就是怎样包好垃圾 所以我觉得在香港而言 第一个我们要解决就是环保源头的问题 香港政府高调地抽这个胶袋税 以为觉得很厉害 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他们对于这个废物的回收是做得很麻烦 我住在公国屋邨都只有三样东西 就是塑胶、金属和纸 那三个红白蓝袋 以前就放在那里 黏在墙上 到底那个红白蓝袋是否 会引起污染的物质造成呢 我们都不知道 有些很好笑 但是外国在烧垃圾的经验 其实他们对垃圾的分类 有没有害 以至到可不可以循环作用 是非常用心的 如果香港不是走这一步 而去焚烧垃圾 那根本是非而所知 如果政务团这样做的时候 就很明显它只不过 是跟财团勾结了 是假所谓解决垃圾堆田之名 是容养财团拿更加大的利润 其实在某程度来说 香港污染的问题 除了是香港自己做的 就是大陆 大陆如果搞不好也没办法 但是香港自己是否一筹莫展 我觉得香港在这个问题上 还是做足够的 即是它怎样 是将污染的问题 由一个妥善的办法去解决 其实我觉得香港研究 或者研发如何处理污染 或者是大气的污染 或者是地上的污染 其实是值得我们去做 我们一个大概700万人的城市 可以支持到一个这样的东西 也都可以研发技术 这是一个商机 但是很可惜我们只能叫别人 不要用胶袋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消化 焚烧垃圾的过程 会令全球暖化加剧 这个当然是 任何的燃烧都是 但是也不是说任何的燃烧 一定是用得那么尽 通常因为你的烟通有多高 你有没有处理过一些烟 我觉得如果能够处理到这个问题 即是等于我们做擦石排污 都将那些污水排出去公海 等一个流动的水 是可以解决那个问题 因为如果你的烟通是做得比较高 或者是有过滤那些气体的设备 当然是跟以前我们的焚烧垃圾的概念不同 因为我们以前的焚烧垃圾 对于烧垃圾引起的问题 认识是比较小的 但是反过来就是香港政府怎么会拿钱出来做 所以它是求诸商场 即是说如果李嘉诚有兴趣 把垃圾收光垃圾来 为充电剪施 去将垃圾当为充电发电的其中一个资源 我觉得是两回事 为什么呢 问题就是这个中电做这件事 不是理人的社会责任 是理人的自己的生产利润 它自己的目的去打算 所以其实现在香港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凡是大财团不想做的事 政府是不会主动做的 你看看李嘉诚说要焚化 就焚化了 我不知道李嘉诚有没有做过研究 或者是政府大量要千言或一堆人去哪里 他也是这样做 至于如何解决日常的问题 例如垃圾的问题 他不是很在意 例如我举个例子 在空气的污染上 政府现在快要贴钱给巴士公司 去换新的座位和冷气 是很浪费的 但是问题就是他一月沽行 就代了钱去其他人的袋 很简单 他准备巴士公司 用油缸吹化器来解决巴士污染问题 是不知为何会这样做 为何会利益巴士公司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没有人做吹化器会发达 是不知也没有查 会不会出现上一次 省电胆 其实整个问题就是曾荫权有个软房 有个亲戚做一件事 其实很简单 在巴士行业里面 就是新创建和新鸣机做的 两个都是对曾荫权非常有影响力的 无论小圈子选举里面 或者关照性增的人 新创建就是曾荫权兄弟经营的巴士公司 所以整个问题 你与其说是垃圾污染解决的问题 就是我们香港政治的污染 就是说所有的事要益大财团 益大财团的过程 才顺带去解决我们原本应该去解决的问题 这个就是香港问题的死亡 至于说买地来卖垃圾 我觉得长远来说也不是一个办法 我觉得对垃圾分类和尽量争取这个 循环再用是一个长远的出路 将它转变成为对人类有好处的能源 或者发展其他能源的风能 日光 我们其实很容易 根据物理学做一个能量手行的原理的时候 我们用多少能量 可以将能量转化成为另一种能量 今天大致上是这里 希望吴先生下次再写顺利 多谢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